自从 BYD SEAL 在马来西亚发布直动了呢 就很多人拿它来跟 Tesla 的 Model 3 做一个对比啦 那么刚好之前我们也试驾过了这个 Model 3 然后又刚好今天有 BYD 的 SEAL 所以我今天就来跟大家做一个分析 来看一下如果是你的话你应该去选择哪一款车 不过我可以跟你讲呢 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选择 BYD SEAL 那么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把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Model 3 有兴趣 不管你是对这个 Model 3 有兴趣还是对这个 SEAL 有兴趣呢 你打开他们的官网你会看到他们两款车呢 不管是价格啊 续航啊 规格啊 其实都非常的接近 命中注定他们就是对手 不过如果你只是单纯以车身尺码来讲的话 这个 BYD SEAL 会比起 Model 3 稍微大一点点啊 而且它里面的空间表现呢 我个人觉得确实也是会比这个 Model 3 充裕一点啊 所以你对空间表现有需求的话 那么这个 SEAL 会稍微优胜一点点啊 然后在这个外观设计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见仁见智啦 这个 Model 3 在小改款之后呢 它的整体的外观设计变得非常的 fashion 非常的时尚 而这个 SEAL 呢 其实就是有一个比较冲击感的外观设计 运动化的氛围比较强 这个也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偏爱这个 SEAL 的原因 不过呢 其实 Model 3 我自己也是很喜欢啦 因为今天我们对比的都是两款车的顶级车型 所以直接看它的马力 如果是 Model 3 Long Range 的话呢 它也是 Dua Motor 前后双电机 它的综合最大马力是 443 HP 峰值能力表现 559 纽顿米 但是呢 它可以在 4.4 秒完成 0 到 100 的加速 这样子的性能表现呢 基本上真的是已经接近很多那种 钢炮 Level 的车款了 而且重点是它的价格非常的优势 所以我觉得 Tesla 呢 还是有它的可取之处 只是对比起这个 SEAL 的 Performance 版本呢 SEAL 自然还是更强一点啦 SEAL 的 Performance 版本呢 它的性能表现呢 其实还是要压过这个 Tesla Model 3 一头的 它的综合最大马力达到了 523 HP 峰值能力表现 670 Nm 0-100 的加速 3.8 秒 比这个 Dua Motor 版本的 Model 3 呢 快了 0.6 秒 其实这个 0.6 秒的差距是非常大了 不过也要必须提醒一下啦 这个 Model 3 的 Performance 版本还没有发布 如果这个 Performance 版本发布的话 它理论上会更快一点 但是以目前同价位来看的话 SEAL 肯定是更生一筹 我也可以跟各位保证的就是这个 SEAL 的加速表现真的很爽 讲到电动车呢 如果不讲它的充电速度跟电池的话 其实有点讲不过去啦 我们先来看一下 Model 3 Model 3 在马来西亚的两个版本呢 它们都是支援 11kW 的 AC 充电 至于在 DC 直流电快充的部分呢 则是有差别 如果你是买到入门版本的 Model 3 呢 它的 DC 直流电充电最高 可以去到 170kW 如果是买到这个 Dua Motor 版本呢 则是可以去到 250kW 不过也要看那个 Facility 可以支援到多少的速度啦 至于在这一个 SEAL 的部分呢 它在马来西亚版本呢 两个版本都支援最快 150kW 的 DC 直流电快充 这个速度上面呢 就稍微比着一个 Model 3 迅速一点点 而在 AC 充电的部分呢 它的也是支援最快 7kW 所以充电速度呢 它是稍微比较慢一点点的啦 那么在电池组的部分呢 两款车其实都是搭载大约是 82kW 的电池组 只是这个 BYD SEAL 它用的是 BYD 自己开发的 这个磷酸铁铁刀片电池啦 至于在续航的部分呢 Model 3 的 Dua Motor 版本 它的 WLTP 测试值下 最大续航达到了 629kM 至于这个 BYD SEAL 呢 如果是在 WLTP 的测试值下呢 它的最大续航是 520kM 相差了 100kM 左右 所以很明显呢 今天如果你是比较要求在 Performance 的部分的话 那么 BYD SEAL 就是你的首选 如果你是要求一个长续航的话 那么 Model 3 就是你的选择啦 讲完了这个电池充电速度 跟这个续航之后呢 我要特别称赞 BYD SEAL 一点 就是它的这个悬吊的设定 因为在前面呢 它采用的是 Double Wishbone 这个双 AB 的悬吊 在后面的悬吊呢 是这个 5-link 的 Multilink 也就是 5 连杆啦 因为一般上呢 市场上确实有很多 Multilink 的车款 但是它们可能只有双连杆 三连杆 四连杆 但是 BYD SEAL 用上这个 5 连杆呢 代表着它的这个成本会更高 而且实际开起来的部分呢 不管是舒适性呢 还是操控表现呢 其实 SEAL 都兼容得到 这个是我自己更加喜欢 SEAL 的原因 当然 Model 3 的表现不是不好 但是它对比这个 SEAL 的话 它还是差了一点点 我可以这样子讲啦 如果 SEAL 我给它 90 分的话 那么 Model 3 应该可以拿到 85 分左右 虽然讲略输一点 但是差距不远啦 开车最重要的就是行车记录仪 在这边推荐你这个 70 迈刚刚推出的 S 500 它的设计就是一个后视镜 可以直接安装在你的后视镜上面 不让它融为一体 而且它还支援触控功能 可以直接在这个镜子这里 进行一些基本功能的调整 另外呢 它配备了 Sony 的传感器 而且光圈最大达到了 1.8 就算是落光的情况下 也可以记录清晰的影片 重点是呢 它的广角也达到了 138 度 路上发生的情况都可以记录的清清楚楚 另外呢 这个行车记录迷呢 不管是前面镜头还是后面镜头 都支援 HDR 重要的是 使用这个手机的 App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行车记录仪 记录的影片呢 传到你的手机内 更方便 那么现在你可以通过 Auto2U 多卖呢 购买这个 70 迈的产品 只需要输入我们的优惠嘛 那么你就可以以低于市价的价格买到它 还等什么 心动不如行动嘛 内装环节是这个 BYD SEAL 跟 Tesla Model 3 最多人争议的地方 那么今天我以一个消费者作为出发点的话 如果单论内装设计的话 我自己确实会更喜欢这个 Model 3 但是如果以这个实用性来讲 或者使用者界面来讲的话 我还是更加倾向于这个 BYD 的 SEAL 首先我先讲 Model 3 的这个内装设计 在小改款之前的 Model 3 的内装设计呢 其实还真的蛮阳存一下 就是中国人讲的毛批方啦 可是在它小改款之后呢 它们做了非常多质感上面的升级 质感真的是肉眼可见的进步 而且那个环抱式的氛围灯设计呢 确实戳中我的点 然后中间的那个出屏主机呢 不管是分辨率还是这个亮度 还是顺畅性呢 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出色 因为呢它在处理器的部分呢 采用这个 AMD Ryzen 的处理器啦 它使用起来的流畅度跟顺畅度呢 是目前我开过的四五百台车里面呢 最好的那个完全没有夸张 听说哈这个处理器的算力呢 跟这个 Sony PS5 是处在同一个 Level 也就是讲它可以更快的去处理这个车辆的信息 例如讲你使用这个 Tesla 的这个 Autopilot 的时候呢 它可以更快的去计算你所遇到的情况 而且你在娱乐部分呢 你也可以玩到这一个跟 PS5 画质一个 Level 的游戏 这一点是不是很爽 但是呢因为它有太多反人类的设计 所以导致我不会去选择 Model 3 例如讲我最难接受的就是换挡 我必须踩 Brake 然后在这边滑上滑下 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你是在做 Side Parking 的话 这个动作是多么的蠢对不对 对我来讲我很难去接受这个东西 值得一提的是哦 以前的 Model 3 是有这个排挡杆的 所以我不懂为什么新款的要取消掉 另外呢除了换挡哦 包括像是你要调 Side Mirror 你要调 Steering 你都要通过这个触屏主机进行一个很繁琐的动作 想象一下如果是今天你在开着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这个座椅的位置不舒服 你要调整一下你的座椅 都要必须通过这个荧幕去进行很麻烦 这一个是我不喜欢 Model 3 的最主要原因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 BYD SEAL 的内装设计啦 经过几天的相处呢 这个内装设计我觉得真的是舒适跟实用都兼具 最起码会比起 Model 3 啦 这个椅子它是一个赛车椅的设计啦 不管是长途啊还是你在真的是做激烈驾驶的时候 它给到的支撑性都是OK的 然后接下来再看整个内装的设计 其实就是很 BYD 的风格啦 但是它在质感的部分确实会比 Model 3 更好 因为它采用了很多材质做的一个组合 层次感很够 然后这边的置物格等等等等都很好 最重要的是它保留了一部分的实体按键 例如讲这些车辆的安全系统控制啊 换挡啊 引擎启动键啊 然后冷气的控制 音量的控制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有实体按键的 只是如果你真的要调整风量的话 还是必须通过这个萤幕去进行 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也是稍微需要改进一点的啦 然后在车机处理器的部分呢 这个 BYD 锈采用的是 Snapdragon 6350 处理器啦 差不多就是手机的这个 Snapdragon 690 的部分 它的处理效能算不算太强 但是维持着这个系统的顺畅度呢 是没有问题的啦 不过就要考虑到如果多几年下去的话 它会不会跟其它的 Android 手机一样越编越 lag 所以这个要等这个车足够我们反馈 我们才会知道啦 但是以目前而言 整体来讲我觉得使用上 它的流畅度呢 它开启应用程序的速度 都没有问题 虽然讲它对比这个 Model 3 的响应速度 会稍微慢一点 但是对于日常使用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 这辆车是支援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的 虽然讲需要 cable 但是 at least 它支援 在 Model 3 的部分上呢 Model 3 原生系统是不支援这两个功能的 所以你要看 GPS 你必须通过你的手机支架或者内建的系统去看 内建的系统其实也不错啦 但是你需要花一个学习的时间 去适应这个 Map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还是这个 SEAL 更好 然后最后呢 我就要讲到这个音响的部分 其实两款车的音响系统都很赞 只是这个 Model 3 呢 如果我要给它评分呢 它是拿到 A++ 的分数 它的音响效果真的太赞了 至于这个 SEAL 呢也是拿 A 不过它是 A++ 而已 所以这个就看你自己个人去选择啦 来这边我们放一首这个 BYD SEAL 扬声器播放出来的歌曲 让你体验一下它的扬声器到什么 Level 在这个后座的部分呢也是我选择 SEAL 的原因 虽然讲这个是一辆 Sedan 可能车顶会矮一点点 但是 SEAL 的这个 脚步空间啊 跟宽度啊 我觉得都会比 Model 3 更好啦 所以如果真的有家庭需求的话 这辆车 OK 的 OK 现在我们就来开这个 BYD SEAL 海报就是 SEAL 啦 如果是讲在马来西亚呢 20W 里面的电动车 它的操控表现不是最好的 这个是没有旨意啊 没有人可以跟它比的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它多过 Model Y 的原因 就例如讲 像我在行驶在一个比较小的山路 然后比较弯区 因为它这辆车它是有一个比较低的中心 加上是后面是 Fire Link 的 Multi Link 而且呢 它前后这个双电机它给到的玄机性是很好 所以我在这辆路上面呢 基本上是操控之如 而且电动车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于 它有一个很类似于拖牙的这一个东西 这个就是动能回收啦 就例如讲今天你在加速的时候 你突然间你放掉你的油门的话 它会有一个突然间拉着你的感觉 它去把那个电力回收去你的电池里面 这个功能呢一般上来讲 它其实基本上就是帮你charge电啊 charge 回你的车子的电啊 可是 在你在跑这种路的时候呢 呃我们是讲进完是 Slow In Pass Out 就是你慢进快出 就是你慢进的时候 你可能有时候 你驾汽油车的时候 你需要推挡 或者是你需要用 Brake 去降低你的速度来进完 可是在电动车上面 因为它有了这个动能回收水 OK 像我进完 我放掉油门 OK 它就可以 减速 然后就进完 然后我出完的时候补油就可以了 就是整个动作会很流畅 很好玩 当然虽然讲很多的电动车也做得到这一点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Sill 它本身整体的这一个设定 就是以运动为基础 所以导致呢 它开在路上的感觉真的是很好玩 为什么Model 3会输它呢 我觉得其实Model 3的Handring也不差的 Model 3的Handring 如果我今天给到Sill 97 Model 3最少都有85 那么Model 3它主要的 我觉得它的劣势在于它的车身是比较高的 车身比较高 不管是小改款还是小改款 然后都一样 你坐在车身里面 你不会觉得它的头部有压迫感 可是就是你在过弯的时候 因为它的高中心的关系 你会觉得它有点 Body roll或者车身有点摇晃 这个Sill就比较TD趴一点 所以它就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开起来Sill是真的是好玩的 这一点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否认 然后加上今天我开这辆是这个Performance的版本 它在这一个动力的表现呢 真的是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的需求 0-130.8秒 而且其实我现在我只是开着Eco模式去开这台车 所以它给到我的动力表现都已经足够了 更何况是如果我是开到Normal甚至是Performance去 那个动力表现是真的是一流的 这个Sill呢如果我要给它评价的话 它是少数可以让我在中国车里面 感觉到OCD版的车版 我这个是真的没有开玩笑 我相信开过这台车的朋友 应该都会赞同我的这个讲法 尤其是它整个静弯的动作 它的方向盘啊 然后它的悬吊的支撑啊 整个感觉真的是很好玩 我甚至觉得有一点点类似像于BMW的感觉到 那么这台车 也是我目前所开过的所有电动车 所有价位电动车里面 我觉得它的Handring部分排名第三的 那么排名第一 第二是谁 排名第二第二是这个Audi的E-tron GT 还有BMW的i4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对上车的评价是多么高 在这个价位里面 它的动力跟它的操控真的是无敌 不过呢我还是有一点要吐槽 就是它的这个原厂配来的轮胎啦 因为之前有读者跟我讲 他们看了国外这个 国外reviewer对于这个Model 3 还有这个Seal的 comparison 他们就是讲 他们还是觉得Model 3 会稍微好一点 Seal可能没有那么好 我觉得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 出现在它的原厂轮胎上面 作为一辆Performance Car 原厂给它配来的轮胎是 Continental EC6 就是一个比较Eco Daya 我们讲的Eco Daya 确实你跑起来在这个轮胎是很舒服的 它的胎臂很软 它很安静 这个E6 6呢 在一般驾起来呢 它就是比较软一点 它的胎臂比较软 然后它很安静 然后对于电动才来讲 它可以给到你一个更长的续航 可是问题就在于它的抓地力不是太够 所以有时候你真的在比较激烈 驾驶一点点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那个抓地力不足的情况 一定想到车辆的操控 我觉得如果这辆车 原厂来的轮胎 如果我是配一个那个 Michelin的Pilot Sport EV啊 可能表现会更好 但是它就可能是因为会影响到它的续航 所以他们才会配这个EC6 我觉得这个配EC6是浪费的这辆车 那么这辆车 我现在在跑着这个山路 我是真的觉得 它的这个整体的动态表现是真的太 我真的太喜欢了 我觉得是没有几辆的电动车可以跟它比 所以在Seal的这个部分 是真的可以看到BYD在很用心的去调试这辆车 而且现在是在下雨的情况下 我是读学来讲也没有很快啊 但是你可以feel到人辆车的旋迹性是真的是很好 它真的是maintain的到那一个车身的动态 我加上这个steering steering steering是这个 我已经调去它比较sport的steering了 它的这一个指向性其实也很好 就是讲它不会有一种慢半拍的感觉 基本上它的这个转向就是随称随到 你稍微你steering有一点动作 车身就会跟着摆动 这一点不错 不过这个BYD SEAL也还是有一个电动车常见的问题 就是因为电动车本身的重量确实是会要重一点 因为它整个底盘 会有一个电磁阻在 所以在一些真的是很极端的路况下呢 你会感觉到车身还是会有点重啊 这个是所有电动车都摆脱不了的问题 也不只是SEAL会出现 那么整体来讲我喜不喜欢这辆车呢 我是超喜欢 如果讲解我住的地方硬体条件是允许我安装Wallbox 然后我有这个budget的话 那么SEAL一定是我的第一选择 不会有其他的车 那么现在我就来总结一下呢 我对这个Model 3 还有对这个SEAL的看法 对于我来讲呢 Model 3 是一款非常好的科技产品 可是是BYD SEAL的部分呢 它是一款好车 这个是我对他们的定义 确实在很多创新的部分呢 Model 3 做得比这个SEAL更好 例如讲它的系统 例如讲它的功能 例如讲它的流畅性等等等等 它的这个模式已经超脱 一般我们想象的汽车模式了 而这个BYD SEAL呢 它还是依照着原本我们熟悉的 这个燃油车的方向前进 所以呢我个人是 确实是比较喜欢这个SEAL的方向啦 可是这也不代表这个Model 3 不好 其实这个就很像我们在用智能手机的时候呢 这个iOS跟Android怎样选择而已 你喜欢iOS 你选择iOS 你喜欢Android 你选择Android 没有对错的 主要是看你自己喜欢那里 只是今天我更加喜欢于这个Android而已 不代表iOS不好 所以如果是对于荧幕前的各位的话 你会怎样选择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那么好啦 这个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内容 如果大家想看我们之前在珠海赛道试驾的影片 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最后就是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我是Ivan 我们下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